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圆行动 为爱回家 这个春节不再孤单 团圆行动 我终于等到你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好吗 好吗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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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走一走 你怎么办 怎么做 我们这个人来了 我一直在这里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法在身边 今天是大年初一 在这里呢 祝大家和家欢乐 万事如一 在这样的日子里啊 大多数家庭 都在享受着 亲人团聚的幸福时刻 而您刚才看到的 这一幕幕感人的场面 都是今年以来 我省团圆行动中 曾经失去亲人的家庭 再次团聚的时刻 这一切 一方面得益于 公安民警的辛勤付出 另一方面 得益于先进的 技术手段支持和法律保障 这些失而复得 再次相聚的亲人 从此以后 他们的年也终于找回了 喜庆的色彩 27年前 运城市林一县的好师傅 和妻子结婚后 先后有了三个孩子 小斌排行最小 因为夫妻俩忙着打工 两周岁的小斌 就交给爷爷奶奶照看 可是谁也没想到 这个幸福的家庭 将经历一场变故 此时小斌的爷爷奶奶 正在忙着做饭 并没有注意到 两岁的小斌 一个人跑到了外面 在这之后 小斌就不见了 尽管街道报案之后 林一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 也在第一时间安排警力 在附近村子 县城旅馆 以及车站等地 进行了排查 但受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 并没有发现 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两岁的小斌 就这么丢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 也没有人知道 是谁带走了他 而另一边 林一县公安局的民警 这么多年来 也一直牵挂着此事 大家都是有孩子的人 都是为人父母 全国各地哪里有破获者 被管门头案件 我们马上和对方 取得联系 有没有来过咱们这边 2015年的时候 当事人所在的村里 把当事人父母的学校采集了 2018年 我们又再次到村里面 把他采集了当事人的生物信息 一遍又一遍的信息采集 一遍又一遍的比对 尽管没有结果 但林一县公安局的民警 始终没有放弃 直到2021年12月3号 林一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 终于比重了 河南省中牧县一名男子 2021年12月12号 林一县公安局的民警 带着好师傅一家 踏上了寻亲之路 如果他愿意和我吃饭的话 愿意给他下一碗面 因为我儿子很爱吃面 到现在我都记着 我儿子提着那个碗 舀面条 就是说吃面面了 吃面面了 想给儿子买饼干吃 想给儿子做面条吃 想和儿子解释 他当年丢失的原因 在前一天来河南的路上 好师傅两口子想了很多 甚至连最坏的结果都想到了 就算儿子不认他们 最起码能够见见他 知道他平安就好了 而接下来 好师傅两口子 这么多年梦寐以求的这个时刻 终于要来了 母子相见 相拥而泣 27年的梦终于实现 一口饼干 一口面条 他倾诉着思念 但是你想什么 别吃一只干嘛 给你 找他没了个精神啊 新的手段 先进的技术 缩小的范围 找到了亲人 团圆行动 我终于等到你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2021年12月12号 好师傅两口子 来到了河南省忠牧县 准备与儿子小斌相认 为了这次见面 好师傅的妻子王大姐 特地穿了一件红色的外套 而为了这一刻 他们等了整整27年 现在的话 咱们这个好师傅一家 准备去和他的儿子相认了 不瞒大家 时刻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是非常激动的 想象中的就太激动了 穿上去看 然后的激动 你会做得这么激动 要观察一下 有境深的 要观察一下 说出界这次 我们有境内地收明 现在有境内地收明 有境内地收明 这样也可能达证 这次感觉 要观察一下 mak Savior 一声声嘶喊 让在场的人都无不为之动弄 好师父一家人 27年的追心之痛 思念之苦 终于在这一刻宣泄了出来 我只能认识了 妈给你买了 你知道你都老妈 还一多年都没有干过面吃 忙于吃面 就想起您吃面的 就在我脑海里 饼干终于味到了儿子的嘴里 王大姐在现场 失声痛哭 激进晕绝 可能对于当年的喜好 小斌已经记不清楚 但王大姐还是希望 通过这些举动 来唤醒儿子的记忆 此时王大姐的眼泪当中 有激动 有幸福 有委屈 有心酸 只有她和丈夫知道 这么多年 两口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在抱住儿子的那一刻 二十多年来的种种情绪 也终于得到了释放 当小斌从母亲手里接过照片时 她盯着看了很久 尽管在两岁的时候 很难有记忆 但看着撕心裂肺哭喊的母亲 小斌可能是想起了什么 她的眼眶湿润了 嘴唇一直在颤抖 最后一头扎进旁边姐姐的怀里 你知不知道你是乖买的 不是妈把你卖了 不是我把你卖了 你找不来 找不来 你知道爸爸找不来 找不来 王大姐一直在和儿子解释 你是被拐走的 不是妈把你卖了 她生怕儿子对她会有一丝的误会 而小斌也在一直安慰母亲 帮母亲擦去泪水 27年了 好师父一家终于团聚了 随后呢 小斌也带着好师父一家 来到了一个饭店 一家人准备吃一顿团圆饭 今天让妈再喂你一口面 走了以后 妈妈几十年都没吃过面 妈妈 烫 烫不烫 烫 每天聊着妈妈这个心 以后 妈妈可以随便吃面 我喂你 我喂吃面 谢谢 我以后就行 从今天开始咱们都吃面 我爸 爸爸小叔可开了 烫不烫 烫不烫 好师父一家能够团聚 离不开当地公安机关 这么多年切而不舍地寻找 从当年案发后的设卡摸牌 到27年来 一次又一次的信息采集比对 再到现在的一路互诉 他们一直在为此努力着 也终于得到了美满的结局 团圆行动开展以来 全省公安机关主动担当 积极作为 仅仅依托全国打拐DNA系统 和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 团圆系统 不断创新手段方法 全力以赴破机案追嫌犯 查找失踪被怪儿童 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而为了让更多离散家庭早日团聚 科技手段的运用 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2021年3月份 硕州市公安局科技处 DNA实验室的负责人康贵荣 收到了一位河北籍男子 王莲庆送过来的化验剪裁 录入咱们的公安内部的网络以后 进行了比对 比中了大同的一个夹系 王莲庆说 她在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是抱养的 后来了解到 她是被亲戚从山西这边抱养来的 2021年 没抱多大希望的她 在朋友的建议下 将血样寄送到了 硕州市公安局科技处 没想到竟然传来了 DNA比重的消息 是一个郭姓家族 整个家族的话 有四五十个家庭 然后我们又针对这些家庭 做了这个人脸的图像的比对 和王莲庆比重DNA的郭氏家族 位于大同市云州区 郭家摇头村 随后 朔州警方联合大同警方 两家民警再次前往郭家摇头村 在询问了大量村民之后 终于又找到了一些线索 王莲庆很可能是郭大爷家的四儿子 然后说起这个以后 这个系列头衔是觉得很难过 说当年这个孩子 以为孩子多 然后把孩子说出去了 越说越下 然后就把这个血儿就踩上了 那我这个生活困难 把这个孩子改出去了 他是老师 他是老师 最小的儿子 根据DNA比对结果 王莲庆就是郭大爷 四十五年前送养出去的小儿子 得知这一消息后 王莲庆无比激动 2021年6月11号 经朔州市公安局党委统一部署 成立了认亲专班 王莲庆也早早来到了朔州 和民警整装待发 准备前往大同市云州区去认亲 兄弟三人紧紧抱着弟弟 往家中相迎 四人相拥在一起 低声地哭泣 这是久别了四十五年的眼泪 也是分别了四十五年的兄弟情 您是可能是我们这个服务的会项当中 您是可能是我们这个服务的会项当中 我们硕州市的第一个受益者 我希望就是说以后 您能作为这个一个种子一样 把它去传播出去 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 把你的现在的这种幸福散播开来 这次团员行动呢 还有一个重要亮点 那就是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积极到公安机关采写 为失散家庭寻亲提供破案线索 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提高了公安机关 为失散家庭找到亲人的可能 同时公安部广泛宣传发动社会各界支持参与 持续组织开展认亲活动 营造了反管寻亲的浓厚氛围 接下来呢 我们去看一看 长子县任大姐家的认亲之路 1996年 十年二十六岁的任大姐 与丈夫结婚后生下了一个儿子 取名为小豪 两年后的一天 一名二十五岁的女子来到任大姐家要租房子 但没想到 正是这名女子取得任大姐一家的信任之后 将两岁的小豪拐走了 民警当即赶赴河南省进行摸牌 但是因为没有这名女子的具体信息 民警在当地连续工作半个月无果之后 只能返回 而另一边 看着年仅两岁的儿子就这样被人拐走了 任大姐如何能甘心 真儿潜有些是有些走开的 真儿潜有些是有些走开的 我就跟个老人一流产的就是这样 我姐被人找不着你 你下也被人军行过走的 你妈姐也被死了 真心的 你们多会儿都团圆了 我就高兴了 在很小的时候就出了自己还有个歌 你对这个歌印象当中是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肯定是和我差不多 然后和我一样 别人自己有个歌 每天看不到你心里面肯定也瘟了 这么多年来 任大姐始终对儿子被拐的事情无法释怀 她一边在苦苦寻找 一边也在苦苦等待 因为她始终相信儿子肯定还活着 肯定会有与她相认的一天 有这么一种信念的还不止任大姐 这么多年来 长子县公安局的民警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放下 他们也一直在为一家人能够团圆而努力着 近些年随着科技的发展 长子县公安局的民警 每年都会将任大姐家提取到的生物信息 在全国打拐信息库中进行比对 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功夫不负有心人 2021年6月份 长子县公安局的民警 终于接到了山东警方打来的协查电话 有两名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 在山东落网了 1998年的时候 犯罪嫌疑人唐某流窜至山一省长子县 在女户农家院中将房东的儿子拐走 和我们这个案件高度相似 唐某正是1998年9月份 来到任大姐家租房子的那名年轻女子 唐某将任大姐的儿子小豪拐走之后 来到了河南与呼某会合 两人又通过中间人将小豪卖了出去 目前警方共落实七起拐卖儿童案件 均是呼某等人所为 民警当即询问起小豪的下落 可是此时却遇到了难题 因为时间太长了 对于当年的一些事情 两名犯罪嫌疑人都有些记不清 那么警方最后又是如何找到小豪的呢 嫌疑人虽然被抓 孩子的下落却难寻 我们针对孩子的头上有胎记这个特点 重点排查了所有的理发店 能与儿子相见 成了他毕生的心愿 为什么扣持不住 警方奔赴多地 多方核实 终于让母子得以团聚 团圆行动 我终于等到你 发在身边正在讲述 据犯罪嫌疑人唐某交代 他们当年把小豪拐卖到了 河南省临州市一带 但据犯罪嫌疑人呼某交代 他们是将小豪拐卖到 河南省鹤壁市一带 民警只能兵分两路展开排查 我们针对孩子的头上有胎记这个特点 重点排查来 所有的理发店 核查22岁至28岁 适龄男青年 非正常少部 经过民警 几天几夜 不眠不休的核实比对之后 终于在河南省鹤壁市 发现了一名叫建刚的年轻男子 他很可能就是任大姐的大儿子 小豪 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 民警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之下 采集了建刚的生物信息 与任大姐进行比对 赶紧男子就是在1998年被拐的 在长子被拐的儿童 得知自己的儿子找到了 任大姐喜极而泣 这个消息 他足足等了23年 第二天 民警准备带他 去见一见 这个朝思暮想的儿子 它的赞口 工作是有一个 第二天 第一天 大姐 想不上 扉权刺 twist 我第一天 你就是我儿子啊 你就是我儿子 我儿子可以失眠救我妈妈了 救我妈妈了 我就是控制不住 我就控制不住 对于自己亲生母亲的到来 小豪也显得十分激动 仅仅抱住母亲不愿分 这或许就是血浓于水吧 二十多年没见过的身份 在亲情面前是荡然无从 母子俩相认之后 小豪也跟着母亲 回家住了一个星期 一家团圆的场景 对于任大姐来说 再也不是奢求了 后来这个孩子再回来过吗 十五也回来了 国庆也回来了 原来也回来了 我和儿子回家说 按照摄像头 我儿子要说妈妈 当年要是有摄像头来 我就丢不了 这是回来和你说的 人大姐说 自从和儿子小豪相认之后 小豪每逢节假日都要回来 去年十月一号 小豪还在家里过了个生日 去年年十多国际国民家的情况 生情肯定很重 这年虽然有点不觉得 但是这个都代表了很大的 肯定很高兴 年了一样了 这得不一样 不是去年和这年 就和这二十多年 多年都不一样 这种幸福感吧 那种感觉 任大姐说 这么多年了 她终于可以开开心心的 过一个年了 看见您现在这个效能的话 是确实多了许多了 这也是凡是零零的高兴呀 可高兴啊 有得年儿了 能看得出来 任大姐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去年过年的时候 她还不知道 此生还能不能见上儿子 可今年不一样了 儿子回来了 这一切多亏了公安民警的不懈努力 团员行动开展以来 全国公安机关对外发布 全国三千余个免费财写点地址 联系电话 截至12月 已有1.9万人 主动到公安机关 接受免费财行 同时警方将DNA技术 与人像比对技术成功融合 是这次团员行动 最大的技术尝试和突破 并且得到了 1加1大于2的效果 为找到失踪被拐儿童 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成为这次团员行动 取得丰硕战果的 重要原因之一 对于这些找到亲人的家庭来说 今年的这个年呀 肯定会过得特别的温馨 相信在公安民警的努力之下 在现代刑侦技术的支持之下 越来越多的失去亲人的家庭 都会迎来团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